我是杨玉环,是杨家由女初长成,养在身归人为时的杨玉环,也是一记红尘妃子孝,无人知识立之来的杨玉环。 你问我见没见过李白?我记得是见过的。 天宝元年,三郎召见李白。 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被启示捧薅人。 从那之后,每每三郎与我出游,总是让李白随行。 他也确实写出了许多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的佳作。 然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是这个人实在爱饮酒。 有一次啊,三郎召见他,想让他上殿来,撰写乐词。 岂知,此人已在汉林院喝得不行人时。 三郎很生气,令人用水将他喷醒。 他稍一清醒,就提笔写文章,一蹴而就,文不佳点。 可是啊,这人也实在狂妄。 刚展示了才华,就让高丽氏为他脱靴,气得三郎将他赶出殿外。 这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天宝三年,他会被放逐了。 你问我,李白是不是皇族? 这谁又能知道呢? 三郎他,曾经想,把流落在外的皇室后人,都编辑在册,只要有证据,能证明自己的身份,就能够编辑在案。 然,太白没有。 所以这个问题,又有谁能回答呢? 宝宝